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比較 high-end 的 bronzer 產品 然後影片呢,過程中會搭配妞妞的叫聲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她現在特別亢奮 她要一直的講話 妞妞 她不講話咧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我要從霧面的 bronzer 開始 為什麼我一講話,她就講話 我從霧面的 bronzer 開始 那我講的前面這兩個呢,我不再確定 她算不算 bronzer 她是打亮修容盤裡面的顏色 那是打亮修容盤裡面比較偏黃一點的顏色 所以我會拿來當 bronzer 來用 等一下,我把它舉起來 這個是 Kat Von D 的打亮修容盤 這個是 Lorac 的打亮修容盤 我比較常用這一盤 完全就是因為這邊這一個 這邊這一個黃色 修飾眼下打亮這個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比較常用這個黃色 所以呢,連帶的我用這個黃色的時候呢 我就會順便用一下底下這個 帶一點黃色調的 bronzer 那這一個 Lorac 我比較少用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黃色的效果 沒有剛剛 Kat Von D 的那麼的明顯 明亮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這個珠光色呢,是白色的 但我沒有很喜歡用白色的珠光來打亮我的臉 所以呢,這盤我就比較少用 但它這個帶黃的這個 bronzer的顏色呢 如果單看這個顏色,如果當成 bronzer來用 這兩個顏色如果當成 bronzer來用 我個人會比較偏好 Lorac這個帶黃的程度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暖 Kat Von D 這個沒有這個顏色這麼的暖 那我來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好,這樣對在一起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排行老二的這個顏色呢 比較偏冷調 Lorac的這個顏色呢 黃一點點 差異不大啦 然後放在一起看 那從手臂的試色來看呢 這個是 Lorac的那個顏色 底下這個是 Kat Von D 的第二個那個顏色 放在一起一筆啊,Lorac這個就帶土色一點 偏黃一點 Kat Von D 的這個雖然偏灰一點點 但它隱約一點粉色調 一定要這樣比在一起才會有感覺 不然它們各自看是很像很像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錯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顏色當 bronzer 但我比較常用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的黃色打亮很好用 我就會順手用這個顏色 這個當 bronzer 我比較喜歡的原因是因為它帶一點黃色 然後看起來呢 就比較自然柔和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啊 不要聽我講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再來呢另外一個霧面呢 它這個就是標榜是個 bronzer 這個是 The Balm 的 Bahama Mama 這個呢它是一個霧面的 bronzer 而且呢跟剛剛那兩個比起來呢 這個就比較帶土色調 它算是一個偏中性色調的 bronzer 跟剛剛那兩個比起來比較帶土黃色 那這個因為它偏中性色調 所以如果你要淺淺的拿來當成修容來用呢 也不是不可以 它沒有那麼的暖 沒有那麼的紅 所以你如果不要修得太誇張 隱約上一點當成修容來用也是可以的 當成 bronzer來用也是可以的 健康膚色的人用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其實很深 非常的顯色 拉近看一下是長這樣的 完全霧面 一點珠光都沒有 然後這個呢是The Balm 的那個 Bahama Mama 這個是Cab on D 這個是Lorac 比在一起之後呢 三個比起來我最喜歡用這個當成 bronzer 因為它更 更帶土黃色調一些 若是全霧面的 bronzer的話 我自己喜歡帶黃調的 也沒有為什麼 就個人喜好囉 那接下來呢我要講的是有珠光 有光澤的 bronzer 第一個呢我從就是光澤最不明顯開始講 然後在這個之後的光澤都很明顯了 已經沒有先後順序了 只有這個的光澤是借在有和沒有之間比較隱約 我的是我的彩盤裡面的這個 NARS很有名的Laguna bronzer 它裡面是 我拉近給你們看喔 我不確定能不能拍出來 裡面有一些 隱約的光澤 很仔細很仔細的看看 那一點點燭光 但你稍微拉開一點距離看 它是光澤 它是沒有顆粒感的 對吧 然後這個非常好暈染 有點金色骨銅色調 算是微微的骨銅調 這個是手臂上的試色 微骨銅調 偏暖 所以剛剛那個Bahamama 它算是中性色調 你要拿來修容 上一點點 不要上太深也是可以 但這個Laguna完全不適合修容 千萬不要拿來修容 對吧 它已經有點骨銅色調 有點光澤了 那接下來呢 是The Balm的 我的是三色盤 然後最旁邊這個 Betty Luminizer 就是 邊邊的這一個 我很喜歡拿打亮盤裡面 給膚色深的人用的 那個打亮 來當做Bronzer 因為那個顏色對我來說 很剛好 然後光澤非常漂亮 因為它本來是設定 拿來做打亮的嘛 只是是給膚色很深的人用的 它那個光澤呢 很美 所以我沒辦法抗拒 拿那個東西來當做Bronzer 所以接下來的每一盤呢 它都是本來是要當打亮的 我都拿來當成Bronzer來用 你也可以當眼影來用啊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它帶一點紅色調 它就有點紅調的骨銅色 然後光澤非常的美 因為它本來是設計要當打亮的 再來這個呢 也是彩盤裡面 我很愛買這種 就是裡面都是常態色的彩盤 這樣我分享的時候呢 你們可以買到 因為它是常態色嘛 然後它是mini size很好啊 反正我永遠都用不完 然後彩盤又有多種選擇 所以我很喜歡買這種產品 我要講的是這個 是Becca的彩盤 現在 我不確定還有沒有 還是Becca的Afterglow Palette 這邊中間這一個 是Topass 這個顏色呢 我也會拿來當Bronzer來用 這是古銅色調 而且很明顯的沒有很紅 這是帶黃的古銅色了 試色也是一樣 帶黃色的古銅色 剛剛那個比較紅 這個比較黃 接下來這個呢 也是打亮盤 這是Makeup Geek跟Kathyn Light合作的打亮盤 然後最邊邊的這個顏色呢 其實這盤光澤很美 我很喜歡 你們應該知道 我應該講過很多次 然後邊邊這個呢 我也很喜歡拿來當做Bronzer來用 你們可能 這樣看可能看不太出來 它其實是 有很漂亮很漂亮的粉色調的古銅色 粉調的古銅色喔 從手臂上的試色比較明顯 它是粉色調的 上面是剛剛那個Topass的 Becca的Topass 黃黃的 這是粉色調 而且它的光澤不一樣 你看Becca的是很強烈的珠光 然後 這個呢 是 有點偏光型 它就是一層光 沒有什麼顆粒感 很美是真的很美 我很愛這個 再來呢 今天要講的最後一個 是這個 Anastasia的Glow Kit 我的色號是 That Glow 因為它Glow Kit有出兩盤 然後我這個是比較帶黃色 比較暖的 That Glow那一盤 OK 就是 打亮盤 然後 這邊這個 最深的顏色 我會拿來當成Bronzer來用 這邊這個 它是 偏暖的 金黃色 它真的是金黃色 而且是帶一點點暖調的金黃色 光澤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 這就是剛剛那個Anastasia的 光澤很美 它是金黃色 它有偏暖 怎麼比呢 我把鏡頭拉下來給你們看 這個是Becca的Topass 它是比較土色的 這個是Anastasia的那個 然後明顯偏暖 然後呢 Makeup Geek的那個 它是帶粉色調的 The Bone的Betty Luminizer 也是粉色調 但是呢 沒有Makeup Geek的那麼粉 這個給你們看一次喔 這個是Laguna 這個是Betty Luminizer 這個是Becca的Topass Makeup Geek 這個是Anastasia 這個金黃色 偏粉 古銅色 微微的粉調 然後這個暖古銅 那希望今天分享這些 High End的 我會當成Bronzer來用的產品 不管它本來的設定是修容 還是打亮 這些 我會當成Bronzer來用的產品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 希望你們在底下留言 掰掰